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女博士作死去精神病院参观 结果被病人活活电死的 美国恐怖片 致命弯道4血腥起源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1974年的冬天 西服吉尼亚州 格伦威尔精神疗养院中 院长正带着一名女博士到处参观 这家医院专门用来收容那些形态怪异的边缘人群 他们的身体因为尽心交配 物质化学污水等种种原因 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基因突变 一出生就是丑陋无比的畸形人 而这些畸形人当中 有的天生治理缺陷 整天在医院里转圈圈 有的几度危险 看护人员不得不把他们隔离起来 虽然医生们对畸形人的治疗方式仅次于杨教授 但这些畸形人天生患有无痛症 并且身体强壮程度都异于常人 院长一边介绍 一边带着女博士来到了被隔离的看护区 这里的病房如同监狱一般 全部被上锁 一面观着的全都是比较危险 具有攻击性的畸形人 尤其是畸形三兄弟 大傻、二傻和不聪明 据说工作人员在发现他们的时候 他们正在啃食着半具尸体 其中大傻长着一口尖锐的獠牙 在他咬了几个看护人员后 医生们只好给他戴上了面具 二傻和不聪明 发起狠来更是连自己都吃 女博士正为此感到震惊 突然 一个机型人伸手抓住了他的头发 好在院长及时上前施救 机型人这才松手 似乎这只是虚惊一场 然而实际上 那个机型人已经悄悄偷走了 女博士的发卡 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发卡 成为了这一切的血腥起源 当院长和女博士离开后 机型人竟然利用发卡 撬开病房的门锁逃了出来 看护人员小胖察觉到了不对 赶忙进入隔离区查看 却没想到 逃出来的机型人 已经把其他病友一并放了出来 场面一度陷入失控 小胖被机型三兄弟活活生肯 而其他机型人虽然没有吃人的癖好 但也非常疯狂 整个疗养院一瞬间成为了他们的游乐场 最终 女博士被机型三兄弟的电机疗法送上了西天 院长则被铁丝网捆绑四肢后 残忍分尸了 镜头一转 时间来到了2003年 那座疗养院此时已经无人问津 又是一个冬天 一众放寒假的大学生们 开着雪橇车来到山里寻找刺激 殊不知 他们将迎来自己人生中最恐怖的一个假期 暴风雪突然降临 几人在树林中迷了路 夜幕降临 暴风雪越下越大 这时 他们发现了那座荒废已久的疗养院 没多想就走了进去 因为他们实在太冷了 奇怪的是 疗养院内空无一人却十分温暖 貌似有人长期住在这里 为了缓解大家沉闷的心情 有人开始调侃 这里是恐怖鬼屋 还有人提议 祖团探索这座废弃疗养院 众人听后顿时来了兴趣 纷纷举起手电开始探索这里 结果没想到 院长的办公室里竟然还存放着几瓶沉酒 其中一个叫文森特的男孩 更是无意中发现了一台发电机 启动发电机 漆黑的疗养院瞬间亮了起来 此时又有灯光又有沉酒 不happy一下那还叫年轻人吗 说吧 几人在这里开了一场派对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跳舞唱歌 病床和轮椅则成为了他们的娱乐设施 玩的那叫一个开心 殊不知 黑暗中有一个长相丑陋的激情人 正死死的盯着他们 很显然 疗养院虽然已经废弃 但激情人并没有消失 而活下来的正是当年的激情三兄弟 他们靠啃食其他病人和路过的游客 一直活到了现在 此时 猎物自己找上门来 激情三兄弟自然不会放过 不一会儿 众人玩累了 纷纷寻找病人的房间睡觉 不过文森特睡不着 打算出去散散步 顺便再偷窥一下正在搞鸡的黑白姐妹 结果就出事了 文森特在走廊尽头 发现了一个背对着他的人 走近一看才发现 那是一具僵硬的尸体 刚一回头 激情人正站在身后 一铁棒下去 文森特就这样不声不响的领了盒饭 第二天早上 暴风雪依然在屋外肆虐 众人醒来后发现少了一个人 随身物品也全都不见了 顿时慌得一批 一番商讨过后 他们决定分成两组 去找文森特和丢失的物品 不久之后 一个黄一妹找到了文森特 但文森特此时已经凉透了 激情人将他的尸体放在菜板上后 直接大写八块 黄一妹尖壮赶紧去通知所有人 这里住着几个激情怪物 可这句话貌似被激情三兄弟听到了 于是他们也不藏着了 直接摊牌 并将文森特的头颅扔了出去 惊恐之中 一名白一妹惨遭铁丝锁喉 被激情三兄弟调到了空中 原来 文森特的头骨 只是用来吸引注意力的诱饵 白一妹的男朋友杰克 看了十分着急 拼了命的想把他拽下来 结果适得其反 让白一妹更快的领了盒饭 其他人也直接被吓尿 连外套都来不及穿 赶忙跑出去想要开雪校车逃走 却不料 激情三兄弟早就对他们的雪校车做了手脚 根本无法启动 一名梳着麻花辫的麻花妹 决定滑雪下山去寻找救援 其他人则站在原地等待 可暴风雪下得这么大 他们一个个只穿着单薄的短袖和衬衫 本身宁可被激情人砍 也不想被冻死的原则 他们只好再次回到疗养院 并躲进了院长的办公室 通过办公室里遗留下来的资料 众人得知 这些激情人不但暴力 还有些弱智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在捕猎方面很有一套 所以他们躲在这里迟早会被发现 于是 其中两名男生决定带着黑妹 去搜集武器防身 不然手无寸铁的他们 很可能连一个晚上都活不过去 剩下的三个妹子 因为没有战斗力 只能留在办公室等他们回来 很快 出去的三人就遇到了一个激情人 本想冲上去硬钢 可当他们看到激情人手中的斧子后 算了 还是跑吧 三人撒腿就跑 但还是被激情人掳走了一个 剩下的两人回到办公室后 才发现身后的同伴没跟上来 此时 地下室传来了同伴的惨叫声 循着声音来到地下室后 只见机型三兄弟正兴奋的起锅烧油 打算把刚抓来的猎物给炖了 其他人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吃 于是他们制定了反击计划 打算将机型人关进当年的隔离病房 这边 机型三兄弟正一片一片割下同伴的肉放进锅里 几人拿着灭火器和刀子突然袭击 把机型三兄弟吓得赶忙逃跑 最终他们顺利把机型三兄弟赶进病房并上了锁 但同伴也因为失血过多领了盒饭 那个失去女友的杰克 想要将机型三兄弟活活烧死 但一个名叫安娜的女生却圣母心大发 表示应该把他们交给警察处理 如果杀了他们 那我们又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杰克一番思想挣扎后 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修好雪橇之前 他们决定轮流看守机型三兄弟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机型三兄弟在病房中 竟然找到了当年撬门用的那个发卡 他们趁杰克打盹的时候 用发卡撬开房门逃了出来 当安娜过来换班的时候 杰克和机型三兄弟全都不见了 很显然 杰克被机型三兄弟抓走了 而死时 洋洋院内的电灯又突然集体罢工 安娜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忙回到办公室与其他人会合 打算在这里躲到天亮 不久之后 楼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安娜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头套麻袋的人 正亮亮呛呛的朝他们走来 几个妹子都觉得 对方一定是机型人 抄起刀子不由分说的上去就开筒 可事后掀开麻袋一看 那人竟然是杰克 然而 此时几个妹子可没有时间去伤心 因为机型三兄弟正拿着电钻向他们袭来 幸运的是 妹子们一路误打误撞 来到了机型三兄弟的老巢 这里有厚实的棉衣和棉裤 就算他们修不好雪橇车 逃出去后起码不会被冻死 但不幸的是 出口此时已经被锁死 所有窗户也全部安装了铁栏杆 眼前的黑妹发现了一扇 已经严重腐朽的窗户栏杆 而机型三兄弟此时也追了上来 几人终于明白了 自己当初是有多么愚蠢 此时他们宁可在外面冻死 也不愿意被机型人追着砍 腐朽的栏杆终于被黑妹破坏 但最后四个妹子只有三人逃了出来 最后一个因为在跳窗时狗狗怂怂 结果被机型人手中的电钻刺穿了身体 而其他三人没跑多远 机型三兄弟就迅速修好雪橇车追了上来 其中黑妹的床上机友白姐最嫌倒霉 直接被雪橇车给碾死了 而剩下的黑妹和安娜 其实是有机会逃跑的 他们利用滑雪板充当武器 直接抢走了一辆雪橇车驶向远方 这原本是劫后余生的美好画面 隔两人一激动 不小心中了机型人的陷阱 开着雪橇车没高兴几秒 就双双领了盒饭 至于那个滑雪下山寻求救援的麻花妹 也早已冻死在了路上 机型三兄弟开着一辆拖车 悠哉悠哉的前来收尸 太阳此时渐渐升起 机型三兄弟也准备烧火做饭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致命万道4雪星起源》 上映于2011年 与前三部不同的是 本片主要围绕着几个小青年 跟三个食人魔在当年隔离他们的地方 展开一场猫鼠游戏 并且还加入了各种反转 以及一惊一乍的元素 至于本片那口碑不怎么好的剧情 说白了 其实就是虐杀的创意度不够新颖 但要谈论刺激和过瘾 《致命万道》系列绝对做到了淋漓尽致 那么预知后史如何 敬请期待《致命万道5雪桶》 我们下期再见 《致命万道5雪桶》